一间农场突然出现在沙漠里 诡异的是农场被一道屏障隔离 农场里还住着一家子人 他们自由地生活在农庄里 而屏障隔离了一切 任何物体都不能穿越屏障 农场仿佛是世外桃源出现在沙漠中央 而且屏障就连子弹都不能打穿过去 沙漠里的人可以看见农场 但是农场却看不到沙漠 为了不引起恐慌 军方带人封锁了这片区域 他们请来了物理学家阿伟 想要研究这农场到底从哪里来 刚下飞机的阿伟看见这一幕 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上校为阿伟介绍了目前的情况 屏障是一个立方体形状 将农场围在一起 目前了解到农场里居住着五个人 一个年轻的妈妈和一对儿女 还有他们的爷爷奶奶 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 看他们的穿着打扮是十九世纪的人 经过这几天的观察 发现外面的人只能看见他们 但是并不能听见他们说什么 阿伟建议找个懂淳语的专家过来 可是这种人才在别的部门 上校不想功劳被抢拒绝了阿伟 而阿伟第一次看见女人时 她就被这个漂亮的女人吸引 就在阿伟等人在沙漠外 拿着望远镜默默观察时 不远处的发电机突然故障 还冒出滚滚白色烟雾 细心的阿伟突然发现 飘在空中的烟雾竟飘进了屏障里 不远处的南海也发现了浓烟 她朝着屏障边缘跑了过来 沙漠里突然出现一道诡异屏障 而且里面还住着一家屋口 两边的人都无法穿越过去 奇怪的是外面可以看见屏障里面 里面却看不到外面 正当阿伟用望远镜观察时 一台发电机突然发生故障 冒出的浓烟竟飘进了屏障里面 另一边的小男孩发现了浓烟 她朝着屏障边缘跑了过来 小男孩发现了飘在空中的浓烟 她正准备喊妈妈 转头发现烟雾不见了 阿伟这才发现 原来屏障不是一直都存在 也是有开放的时间的 为了找出屏障开关的规律 阿伟找了一台发射器 用发射器有规律的朝屏障发射冰块 发射器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傍晚 就连士兵都换了几批 终于第一颗冰块进入了屏障 可是谁也不敢轻易进去 在等待了一会之后 阿伟伸手触碰时 屏障再次关闭了 经过了五天的测试 阿伟终于找到了屏障的规律 屏障每个十二小时就会开启一次 然而十五秒后就会再次关闭 而阿伟在这五天时间里 渐渐爱上了这个漂亮的女人 每天晚上都会来到屏障前 默默地看着她 为了能更加了解女人 阿伟私下联系了淳语专家 上校得知阿伟泄露了这里的消息 他下令将阿伟关了起来 而阿伟的脑海里还一直想着女人 他看着手表掐算屏障开启的时间 等屏障再次开启时 阿伟从背后打晕了手卫 然后他一百米冲刺的速度 冲进了屏障里 一道透明屏障突然出现在沙漠 而且任何事物都不能穿过屏障境 他也深深爱上了屏障里的女人 为了见女人一面 阿伟趁屏障开启时 他直接扑进了屏障里 上校等人赶来时 直接愣在了原地 等阿伟一回头 原本的沙漠变成了森林 阿伟深情地看着远处的女人 而女人也发现了阿伟的存在 震惊至于他慢慢朝阿伟走来 阿伟也兴奋地朝女人走去 两人如同恋人一样深情对视 阿伟紧紧握住女人的双手 正准备上口之时 女人突然一口朝阿伟的脖子咬去 然后直接将她扑倒在地 将阿伟的颈动脉咬穿了 女人力气之大 将阿伟牢牢按在地上 听见动静的老太太 带着男孩打了过来 一家人围着阿伟撕咬起来 外面的人被眼前一目惊呆了 上校急忙下令开枪射击 可是子弹根本穿透不了屏障 只能眼睁睁看着阿伟被活活咬死 另一边老人回到家 发现了出现在这里的阿伟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老人从胯包里拿出一本古书 然后挥舞着手臂念起了咒语 下一秒 沙漠中的屏障消失不见了 只留下面面相去的士兵们 上校觉得屏障不会再出现 于是便下令离开这里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在老人的指挥下 男孩正有规律地敲击着屏障 他们万万想不到 屏障并没有消失 而是变成了相反的一面 等到老人找到屏障开启的规律 等待人类的僵尸一场灾难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